HELLO 大家好 我是輝 冰雪末日遊戲 寒霜啟示錄新手指南又來啦 那今天的第13期內容 我們要來分享火金的獲取與使用 那究竟我們該如何擁有它呢? 那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對於新手玩家來說 火金這個名詞是不是聽起來既陌生又熟悉呢? 因為當你的龍虎等級超越30的時候 才會正式開始使用火金這項資源 那你的遊戲中將會頻繁出現它的身影 所以對於寒霜啟示錄的玩家來說 當你能夠掏出火金來用的時候 才算是一個真正的大人 那以我目前的遊戲進程 火金可以拿來升級主堡建築 突破龍爐30級的等級上限 它能夠讓你的城堡實力更加強大 那目前我是升到火金3最高啦 聽說之後還可以繼續升上去 還能越來越強 那當然啦 火金也必須投入升級我們的兵營 無論是盾兵營 矛兵營 還有射手營 都把它們升上去就對了 因為當你的兵營等級一步步的突破上去 包括訓練容量 訓練速度 或是兵種實力都會有顯著的提升 甚至還可以開啟額外的兵種技能 舉例來說啊 當你把毛兵營突破到火金3的等級 你就會解鎖這個 炎金戰矛的技能 它能夠讓你在攻擊時 有10%的機率造成雙倍的傷害 這個很強喔 如果說你有餘力的話 盡量多收集火金資源 然後趕快把建築物的等級都突破上去 對於戰力的提升來說是差蠻多的喔 那相比於鑽石這項資源啊 遊戲裡火金的取得更加不容易 那我整理了幾個取得來源 方便大家在收集的時候能夠快速上手 那首先是每日任務啊 當你的每天的火藥度積分達到270-325的時候 對應的獎勵寶箱會送你火金 所以建議每天都要把獎勵解完了 這樣才能穩定的獲取火金 那再來是燈塔情報 通常玩到能夠解鎖火金的玩家 你的探照燈等級應該也不會太低啊 或者根本已經滿等了 那這樣你就很有機會刷新出 像是狩獵野獸等級史 這種能夠獲得火金的任務 另外燈塔相關的活動啊 像是烈焰與獠牙 也是一個優秀的收集火金的管道 基本上遊玩的過程跟你平常解燈塔任務一樣 只是活動中獲得的暗淡金盒 可以再拿來兌換火金 等於是你只要有參與活動 都可以額外換到不少的火金 所以這活動出現一定要參加哦 甚至在活動出現的前一天晚上 就把這個燈塔任務先存起來 這樣子到時候活動出來的時候一次解 此外啊 不定時推出的活動 像是米亞的占卜屋 也可以試試看運氣 選擇火金作為心願獎勵 那在占卜後 揭開水晶球的時候 有機率獲得你想要的獎勵 那我看了一下後面的禮包 如果說你目標只有放在拿火金的話 我認為沒有特別划算 但是加上其他的副產物 整體來說就變得很棒 是個值得參加的活動 不僅獎勵豐富 而且有機會抽到翻倍後的火金大獎 當然用濃的也可以慢慢的累積火金 但如果說你想要追求更快速的方法 那就是課金購買禮包了 遊戲中常規推出的有火金週卡 火金禮包這兩種 此外火金超值禮包 不定時會上架 想要買的人記得在時間內下手 不過寒霜起司錄裡面的禮包選擇很多 火金有可能出現在不同地方 如果是我有遺漏的話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補充 那如果你對於禮包這個主題有興趣 也可以點擊右上方資訊卡 去看一下前一支我介紹禮包的影片 好啦 寒霜起司錄新手指南已經快到尾聲了 感謝每位玩家的按讚與留言 下一期將帶來玩家們都很好奇的峽谷會戰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最新通知喔 我是輝 我們下期影片見啦 請訂閱